而被裁定喪失議員資格的上訴 這是一個遲來的放棄 亦都是預期之內 因為很多市民從他決定上訴那刻開始 已經估計是一個政治的操作 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補選的安排 更有利於他們去拿到議席 而現在補選已經結束 看到劉小麗也是隨即放棄這個上訴 所以這個做法都是預期之內 我們一直認為補選的安排 應該以審慎運用公帑和社會資源 作為其中一個主要考慮原則 過去我們一直倡議補選應該是合併的 但是大家看回這次補選安排 其實已經是用了3億元的公帑 接下來如果有補選的話 估計都要用2億元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是吸取教訓 亦都是總結上次補選的經驗 在審慎理財和善用社會資源的原則底下 去安排補選 剛才補選 如你所說補選 就是想將九龍府西補選直分開組 但最終是在單單日贏了 其實覺得補選是否多了 怎樣看補選時補選 無論如何安排選舉 我們雖然一直倡議合併補選 但最後由於有人有政治操作 而導致分開補選 我們都沒有抱怨 也一直努力去做 所以最後得到一個滿意的成績 這是多謝市民的支持 至於未來的補選安排 我們認為如果未來還有兩個議席的話 其實我們亦都是一如既往 認為需要考慮到是否 應該合適地將兩個議席一起去補選 因為事實上每一次的選舉 都是一個涉及大量的動員 大量的資源 以及大量的不僅是錢的 而是社會資源的投入 經常搞選舉亦都會令到政府 會將精力集中在選舉 而未必處理到其他事項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審慎考慮 去處理整個的補選安排 即是等待新大陸 我認為這是其中一個可能的做法 你認為劉小禮有沒有權再參與 下次補選還是她應該被選舉主任的安排 這一個我一直的看法都是尊重選舉主任的安排 總體來說我們是 其實都是多次都說了 其實上一屆的立法會 尤其是復會之初 是出現了很多令人痛心的事情的 有些議員利用立法會這個平台 去做一些破壞一國兩制的事 去散播一些假本土 真破壞一國兩制真港獨的信息 那我要求或者相信 未來所有參選人都不能有這個心態 事實上所有立法會的參選人 必須符合《基本法》 至於劉小禮是否符合參選 我想要看她過去的言論 以至選舉主任 搜集足夠資料去作出專業的判斷 如果我答覆的話 也未必是最合適的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政黨 是的 我們保選我們很清楚 其實最關鍵就是要團結 要協調好 民建聯一如既往 面對每一次的選舉 我們其實也不是選舉前才準備 過去民建聯是透過不同的 我們的項目 或者在歷年的鍛鍊底下 我們都有不少年輕的政治人才 亦都相信有條件參與不同的選舉 但是由於是補選 我們都必須團結好建制派 亦都會協調好 最後才會定出參選的方案和候選人 今次都不例外 所以現在暫時 就未有其他訊息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仍是協調當中 所以現在太早去和大家說 關於補選的安排 當協調好我就會告訴你 其實過去都有很多區議員 事實上鄭明信也是區議員 亦都是實際有不少的選舉經驗 但當然社會上除了區議員之外 我知道亦都有很多 有心想參選的朋友 希望透過補選去服務社會 所以真的有不同的角度要去考慮 我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我想我一直都留下這個問題 給選舉主任專業判斷 過去我都是其他參選人亦如是 我想審訊的時間 現在都是初定的 政府當然要綜合考慮 但如果能夠合併補選 我始終認為合併補選 是一個對社會資源 無論是公帑 以至其他資源 最有效運用的安排 亦都減少其他方面的耗用 這段時間確實議會是通過了不少的項目 包括一些市民都希望議會盡快通過的項目 包括一些市民都好 希望議會盡快通過的項目 包括醫院抗建 亦都包括包括 道路的擴建 不同區的工程等等 政府在定議程前 確實是有跟不同黨派商討議程 無論是泛民主派 以至我們都有就著現在的議程給意見 所以今次較為順利 我相信是跟不同黨派商討議程的一個結果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當然是修改議事規則之後 大家都見到無論是大會和整個立法會的運作 都相對是重回正軌 或者有重回正軌的跡象 在立法會大會我們見到財政預算案都是近年最早通過一個 而立法會大會打中的次數也都明顯減少 所以這些都是在議事規則修改之後看到的效果 所以我認為今次議會比較暢順 其中一個原因也是議事規則修改之後得出來的成果 但大家要留意其實反對派仍然有拉布 就好像昨天的公務小組那樣 他們我相信是為了阻止區議會的其中一個項目 或者兩個項目上會就著一個水務署的一項無爭議性的項目 都有不斷提文有重複提文的跡象 當然了 現時反對派拉布情況確實是比過去收斂了一些的 不過這亦反映了過去反對派在上一兩屆立法會 瘋狂拉布的行為不得民心所導致 所以我希望議會真的可以繼續重回正軌 繼續正常地審議不同的項目 而所謂爭議性其實社會上不同的項目 都對不同的社會上不同的市民對不同的項目都有不同意見 大家都是以事論事 希望議會的時間有效運用 亦都未來的一地兩檢的法案 我都希望能夠在本年度立法會休會前可以順利通過 讓高鐵可以在九月預期通車 這也是預期之內的拉布戰 因爲一地兩檢由撥款追加撥款 到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法案委員會 其實都不斷被拉布的 所以六月六號是預計上演另一場的一地兩檢的拉布戰 但當然我都希望隨著市民期望議會 是減少拉布做正經事 議事規則修改之後 亦都是令到拉布的成本增加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一地兩檢 特別一地兩檢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的法案 希望可以不要變成瘋狂拉布 亦都希望可以在立法會休會前能夠通過 因爲我相信如果到時九月份 是因爲本會不能夠通過一地兩檢法案 而不能夠實施一地兩檢 是會令到香港受害 亦都是市民不能接受 那會不會有些對策 即是要大家坐鳴鳴鳴 都知道審訪了所有事情發生 我們會一路審視反對派的拉布策略 而作出適當的調整 暫時未有定出具體的策略 謝謝